以内地大案为背景的犯罪题材电影火了起来 从三年前的除暴开始 电影创作者们陆陆续续将90年代惊天大案搬上一幕 就在今年之内 邱里涛导演连续两部这一题材的电影 绝地追击 取材自1992年平远街缉毒案 莫斯科行动 改编自1993年的中俄列车大解案 再到李子俊的第八个嫌疑人 原行为1995年的潘鱼大解案 香港导演们似乎又一次找到了惊况 真实案件够吸引人 年代九月有发挥空间 但当我们30年后再回望那段野蛮生长的时光 真的能再现当年的生猛吗 就拿第八个嫌疑人来说 看起来来势汹汹 不但有金绝奖影帝背书 还有正当红的林家栋 张颂文 孙杨参与 但票房呢 首日近一个亿后 却开始持续疲软 上映20天 勉强只有4亿 不叫做 还不叫好 还有绝地追击 3000万的票房 对于这样一部犯罪动作大拼来说 底裤都要没了 问题出在哪里 也许看起来耸动的90年代中国大案 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香 大家好 这里是毒蛇电影 我是小马 今天就来聊聊 这些90年代都市传奇一样的大案电影 打着真实的旗号 移植了港片的爽点 但为什么卖不动呢 先说第八个嫌疑人 从导演到编剧 其实都透露着浓浓的港风 但他们拍的 却是实打实的内地真实案件 1995年 广东潘于一发街 发生了一起特大抢劫案 有7名罪犯持枪抢劫运超车 两分钟内连开9枪 杀死鸭款员 抢走1500万现金 这在90年代 可算是天文数字了 同时 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抢劫案 主犯陈徐敏和陈恩年 在逃窜21年后才落网 但就是这样一部 带着惊奇大案天然爆点的电影 却像是放了一个哑炮 还不如天网节目扣人心弦 既没拍好抢劫犯罪 也没拍好悬疑破案 更没拍好罪犯 这跌宕起伏的20年逃亡 全靠演员表演吊着一口气 就拿大鹏饰演的男主罪犯陈信文来说 和原型对比一下 真的有点真假难辨 但即便有着精彩的表演 还是也盖不住人物本身的单薄 他的饿 紧紧显露出了冰山一角 陈信文的原型陈徐敏 90年代的大学高材生 父亲是清远市公路局办公室主任 家境优渥 他毕业后顺理成章进入清远市公路局 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同时 在市场化改革初期吃到红利 负责管理市公路局的下属公司 承接各种重点项目年入百万 根据新闻报道 陈徐敏由于想揽更大的工程 但缺乏资金于是抢劫 在90年代城市基建扩张 工程建设带来的巨大利润面前 在结合他在采访中透露出的性格 从小爱看水浒传 不甘做平凡的人 一定要做轰轰烈烈的事 人物动机就非常合理 但在电影里呢 陈信文首先被淡化了身份背景 只能通过他父亲的房子 看出他家境非同一般 而且父亲明显是个讲究人 而他如何接到龟龙大桥这样的政府重点项目 也很模糊 更有点卡bug的是 他的犯罪动机是挪用公款导致亏空 不能按时交工 所以为了按时交工去抢劫 同时 人物本身狠辣性格也被淡化了 电影里两兄弟犯罪之路的起点 源自于他们年轻时打劫的一辆出租车 而对方没有报警 所以他俩觉得犯罪没成本 才走上了这条路 但是真实的陈徐敏和陈恩年 是活活用铁锹 铁针和锤子 敲死了这位司机 这位司机生前曾给妻子BPG发了一条讯息 送两学生回家 他们并非只是电影里为一顿饭前抢劫 而是抢劫加杀人 且作案手段极其残暴 电影前面出现的另一桩15万抢劫案 在现实中也是由两人主导的 陈徐敏先杀人 再抢比小的 最后是惊天大案 循序渐进 可当陈徐敏变成了陈信文 原本是三桩主谋的罪案 被弱化成了仅仅一桩 所以你看 当电影遭遇现实大案 获得爆点的同时也会带来各种桎梏 有些事不好提 有些事要弱化 就像只给人物描了个边 一个是不敢饿 别扭的作恶动机 遮遮掩掩掩的作恶细节 就比如楼叶电影里的犯罪情节 往往很难全面展现 秦浩往往是直接受害人 《浮沉迷是李乔永赵用铁锹砸死识荒者》的情节 修改一件是砸的次数从十几下删减为两下 楼叶觉得这样的删减会损害乔永赵的性格塑造 拒绝修改 最后的折中方案是 将乔永赵打击识荒者共计十三下的最后三下 进行三秒二十三格的弹出处理 同时楼叶选择放弃署名 还有风中游多雨做的云里 连阿云被烧尸其实还并未死亡 谈起后被江子成用铁锹砸死的情节被删 饿的冲击力大大减弱 体现江子成的很辣 也少了最关键的一口气 而与不敢饿相伴的往往是 缺少饿的真实之点 为什么这么多国产片国产剧 开始重返九十年代的大案现场 一方面是因为它有相对大的发挥空间 法律不健全 行政技术水平的限制 比如没有DNA鉴定技术 无处不在的摄像头 很多如今看起来并不复杂的案子 在当时都是侦破难度极大的悬案 但是当然是最表层 九十年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 贾张科的任逍遥里 儿子看到母亲买断公灵的钱 第一反应是 后来呢 他倒是自己学着录像代理 带着假的炸药 骑着摩托去抢了银行 国有工厂改制或倒闭 父母一被下岗 年轻一代失去了进场顶班的出路 新的路还没有铺好 这样的无业青年 警察见得多了 好歹你也拿个打火机啊 社会贫富差距急速拉大 资本开始第一波原始积累 下岗潮导致失业率激增 城乡二元结构松动 促使人口流动 自由市场带来了突然的自我 也带来了动荡和不确定性 双雪涛写平原上的摩西 源于一桩真实的旧文 根据双雪涛的描述 大概可以对标90年代轰动全国的 沈阳三八大案 在案件告破时 他们被当作震慑全国的典型 被拍成纪录片 抓捕 坦白 新型 都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他们其中有退伍军人 有曾经国营单位的下岗工人 工作做的也可以 工作做的也可以 当然你应该社会环境变了 社会环境变了 后外单位就不行了 也不景气了 现在咱们都黄了 八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初 中国曾历经三次大规模严大 以应对急速飙升的犯罪律 看得出 第八个嫌疑人在质感浮化到的细节 绝对下了功夫 比如警察王守月 给同事荷兰带了一款广州流行的手提包 作为当时还是小县城的潘鱼 没有这样的高级玩意儿 对于荷兰来说 他爱惜这个皮包 因为好看 时尚 对于王守月来说 那个包其实更方便让他装枪 导演用这样一个细节尝试告诉我们 当时的社会 警察是需要在自己随身的皮包里面装上枪的 但要回到九十年代 这显然还不够 我在观影时曾经产生过一个疑问 为什么攀于那样一个普通的乡镇银行 会在这样一个平凡的下午 拥有这样一辆夹着1500万的巨额运超车呢 而陈信文就算欠下了这样一笔款项 他为什么敢去抢银行呢 这不比当老赖严重多了吗 后来我才发现 原来这和港片《数大招锋》里 叶国欢的经历紧密相连 叶国欢 原型叶继欢 香港最后的汉匪 以AK要按着扫而闻名 《数大招锋》里多次提到的电气城一发 是位于攀于的电气批发市场 也是叶国欢曾经试图做生意 金盆洗手的地方 八九十年代 一发商场风光一时 承载着市场画初期 无数人一夜暴富的美梦 从香港走私来的电气 在这里汇集 当时中国经营电气产品的个体户中 有八成以上都是从此进货 国美集团的董事长黄光玉 就在这获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电影里的走私大飞 《从海上而来》 是一种属于90年代 珠三角的独特技艺 巅峰时期 影片里一捆捆钞票分发的场面 毫不夸张 每日流动金额之庞大 可想而知 同样 财富的剧集带来了鱼龙混杂 各方势力盘踞的局面 而第八个嫌疑人里 被抢劫的北交储续所 正好就发生在这一发电气城入口 那比千万巨款出现在这里 也就不奇怪了 树大招锋叶国欢的故事 同样是90年代做生意做上歪路 同样是真实改编 但为什么第八个嫌疑人 就显得人物和故事都很空洞呢 可以做一个对照 花瓶 树大招锋一个重要的线索 叶国欢本来想在一发商场上岸 但一向在道上自在嚣张惯了的他 哪里能吃透发家的隐藏规则 从他第一步申请工商牌照开始 每次求人办事 都要带一个花瓶 把事情摆平 送出去 自己再买钱花回来 牌照就有了 货能放回来了 贼也抓到了 到后来 叶国欢那里已经买回来了好几个花瓶 另一个细节是 在等待海关放货的间隙 一旁的海关人员摇个他来点烟 他屁颠屁颠 卑躬屈膝 而人家一个拍他手的动作 让叶国欢的内心瞬间破防了 此时此刻 他的手下正在不远处 用一种复杂的表情 看着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汉匪 无法向大丈夫能屈能伸 看树大招风 你既可以理解叶国欢这个人物 狭隘性格决定命运 但同样可以通过犯罪 看到时代的某条隐藏脉络 香港导演很难拍好内地犯罪片 或许不是不会 更多是很难拿捏好分寸 如今 当90年代的今天大案 被纷纷搬上内地荧幕 他们打着时代的旗号 但到底期待观众 从中获得一种什么情绪 或许 无外乎是在安全感缺失的当下 想努力让大家感到安全 曾经很多犯罪 现在很安全 外面的世界很乱 国内很安全 把网灰灰疏而不漏 大家很安全 就好像第八个嫌疑人 陈信文是怎么被发现的 因为退休的警察 王守月在朋友圈刷到了一则新闻 时隔21年 凭这一晃而过的镜头 就能认出容貌与之前 大相径庭的逃犯 但这样的设计 实在是有点让人觉得虎头蛇尾 更何况 现实中 其实直到案发21年后 是身患绝症的陈恩年忍耐不下去了 向警方投案自首 这才顺藤摸瓜 找到了手饭陈群敏 但回顾过去 不只是为了庆幸当下 而是看见当下 就像杀人回忆结尾 宋康浩故地重游 用满眼来自八十年代的 悲愤与不甘凝视着现在 也如漫长的季节里 那场来自九十年代的大雪 落到了当下 看漫长的季节时 哪怕很多年轻人 并未完全经历过那个时代 或是那时候还很小 也能强烈地感同身受 其实 其案不过是导演的一个切口 故事本质是面对一种 一以贯之的不安 一个阶段里 谁能向上 谁要向下 到底是谁来决定 站在历史关键节点的人 往往来不及反映什么 就被改变了命运 而回顾历史 是为了与当下获得共振 这才是过去那些 极具时代标签的罪案 能够给当下带来的集体情绪 而当荧幕上 犯罪的恶只被展露出来皮毛 恶的根基也悬浮在空中 只剩下大而爽 以及早已既定的程序 工业技术再好 再震惊眼球 大概率只会是一阵风吹过 很快就不会再有观众买单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的话 一定记得点赞关注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